战犯改造所见闻 审罪援助 12.改造靠参观社会城学校 诚意改造非为过关 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来参观时 都爱找特赦战犯杜玉明、溥仪、宋希莲等谈谈 他们大都是怀着一种好奇和怀疑的心情 希望知道一点中国CP是怎样 把国民党百万大军的统帅 以及中国末代皇帝和特务投资等改造过来的 例如英国盟巴顿勋爵 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杜玉明在许多地方见到过 他知道杜是忠心耿耿的拥护校长蒋介石的 他开始听人说 杜玉明在战犯所改造时表现很好 得到第一批特赦 他不大相信 非亲自见见不可 一见之下 他看到杜玉明前后判若两人 他思考很久之后 承认CP的改造政策 的确有独到之处 一些仍处于封建社会制度的什么国王 亲王之类的人 便希望找溥仪谈谈 研究一下皇帝如何能甘心情愿当平民的 我不及他们接见的外宾多 总共不过三次 一次是澳大利亚两个大学教授 他们是研究CP的改造政策 找了溥仪 溥杰 杜玉明等谈过之后 才找我的 另有几个从日本来的记者 是读了一本叫红颜的小说之后 想见见这本书中描写的杀人不眨眼的军统大特务 究竟长得多么可怕 又是怎样转变思想而得到特赦的 还有几个是抗战时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工作的美国人 他们过去长期和我打交道 他们到中国旅游时 听说我还活着 便抱着好奇心请求见我一面 居然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他们和我一道拍了许多照片 带回去给过去在中美所工作过的 与我认识的美国朋友看 更多的当然是我前年赴香港时 许多人当面问我 是不是真心诚意认为CP的改造政策 的确能使人改变过来 或者只是为了求得自由 装出一套过了关 他们很坦白的说 在北京你不敢讲的话 到香港可以畅所欲言 他们可以绝对保密不告诉别人 我的回答还适合在北京 见到外宾的回答一个样 一句话 一切都是真的 究竟是什么力量能使这些人 在十年左右的时间中 来一个180度的转变 杜玉明等跟随蒋介石 二十多年 我也有十八年 怎么只用一半或一半不到的时间 就会使人转变得如此彻底呢 说句老实话 我们都没有认真去总结过 相反 是和我们接触过的许多外国人 他们几乎不约而同的 出一条相类似的经验总结 那就是CP改造战犯的 一这高招式参观 根据是这样 仅仅从革命人到主义出发 助生活上给予优待 这些人并不惜君 因为这些人过去的生化 比这好几倍甚至几十倍 这一点在他们看来 只是小恩小惠微不足道 如果从不打不骂不侮辱来看 那也只能使他们能安静的生活下去 与思想转变的关系不但不大 有时还容易使之停滞不前 或满不在乎依旧我行我所 如果专门从劳动锻炼来改造这些人 那只会引起这些人的反感甚至反抗 这些人一半以上是在被浮潜后自杀过的 他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如强迫他们去劳动 肯定不会触动他们那种 不成功变成人的传统顽固思想 这些人是长期充当上层统治者 多年来养成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习惯 怎么会甘心成天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如果只是靠学习肯书本 读报纸 虽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真理 要这些人能真正去接受 那就不是十年二十年 可能学到最后也联系不到内心深处的思想境界 来一个对过去全盘否定的大转变 当我得知许多外国朋友总结出通过参观 而使我们的思想起了重大变化 这一情况 我虽然一向认为外国月亮并不比中国月亮元 但对他们做的这一结论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当然我不认为他们比我们聪明 但中国有句老话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我相信这是真理 我们是处知蓝之势 久而不闻其香 我每一回忆我们集中改造后 一听到宣布要让我们去参观工厂 学校等的时候 那种高兴的尽头 可以说自从当犯人以来所没有过的 负责人在宣布让我们参观时 总要说这样一句话 社会是学校 现在让你们进一下这个学校 这对你们加速改造将有所帮助 希望你们好好去学习 社会是学校 这句话我的确是深有体会 因为战犯改造所改造我们时 每天读文件 报纸等 都是靠我们去无师自通 改造所只有领导人和管理员 没有教员 也从来没有人给我们上马列主义课 如果靠我们互相来提高 那将是变成扯不完的皮 因为这些人当中 大都自视甚高 老子天下第二 校长老先生第一 的思想很浓厚 谁也不配服谁 凭几本书 肯定越改造会越糊涂 欧灵五三同学那种一切循环不已 共产主义社会又要回到原始社会的论调 以及第三兵团司令张干兼信董仲书告诉汉武帝的天不变 道义不变等等 在许多人听来还是认为对的 进一进社会学校 去看看实实在在的东西 对比对比过去 这比什么经典著作对这些战犯都能起到极大的作用 记得我在1964年去西北参观时 我说我在解放前从西安城汽车去兰州 看到平梁附近一个村庄许多人在地里劳动 一看到我的汽车经过 不少人赶紧蹲了下去 我还以为这些人要在地上石砖头砸我 随同我一到的一位在甘肃工作的旧部告诉我 这些人蹲下去是因为他们没有穿裤子 我不相信停车一看 果真不少十几岁的姑娘 全身晒得成棕色 都一丝不挂在劳动 我刚把这一情况说出一半 马上有一位青年干部气愤愤地说 我是在侮辱西北女孩子 哪会有这种事 幸好同去的杜玉明等马上证实的确如此 才免了一场纠纷 而过去就社会我们所熟悉的一切 现在年轻人都不了解 所以我们在参观中只要做一座新旧对比 我们就会很自然地相信制度 不同一切就改变了这一条规律 如果不参观 仅仅从报上看到有长江大桥 我们会相信吗 当然 学习报纸时 我们也会认为这是了不起的伟大建设成就 有几个人心中不在想 报纸嘛 总归是报纸 今天是政府办的报 谁能去戳穿它 这一套 咱们玩惯了 甭在我们面前扳门弄斧 要讲宣传 咱们能把死人描写成活人 大灾之年描写成六处兴旺 五股风灯 可是一旦让我们亲自去看看 我们往往半遮半露地暴露一下过去 不相信报纸的种种思想 结论是 耳闻不如目见吗 一切就这样掩护过去了 身份不同 接待不同 通过参观而加速战犯思想改造 这的确是一手高招 想出这一办法的人可以和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一样胆大 说来容易 做起来真是妈而又烦 很不简单 万一出了问题不止是前功尽弃 对政府的微信损失尤其不可估量 我记得当许多老百姓在得知我们这些人都没有按照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这一千股传统办法被处理时 曾气愤地说 天不怕 地不怕 就怕共产党讲宽大 如果把成百的国民党战犯带到百货公司去参观 既不能像什么展览会预展一样只让少数人先看看提意见后再公开展览 又不能因接待战犯参观而停止营业 当然也不能让群众肃静回避 这许多三三五月之徒混在拥有上千人的大商店去参观 万一有少数 不说全部一哄而散 那在社会上在群众中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这一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参观是一件极为繁重的工作 没有这种魄力 没有东西让这些人看了产生好感 从思想上起变化 我相信谁也不会轻易做出这样一个决策的 成百的战犯去外地参观 乘车 住宿等安排虽麻烦 但还没有被指定去参观的单位感到紧张 因为要让这些人看出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被指定去的单位就具有代表性了 所以一些指定去让参观的单位 一接到通知既感到高兴又担心 高兴的是中央看中了这个单位 这是一项光荣任务 担心怕事与愿违 得出相反的结果负不起责 还多少有点怕和这些老爷打交道 说话重不得 轻不得 太讲原则了达不到要求 太灵活了又怕挨批 拿我在北京先后三次参观某一大钢铁公司为例 再向战犯们介绍情况时就煞费苦心 我以战犯的身份去参观时 这个公司的领导人把我们安排在一间大会议室的异端 像对小学生讲课一样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壮一壮胆似的 才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地说 现在我把本公司的情况讲给你们听听 他停顿一下 看我们每个人都拿起笔记本 低着头再认真的记录 谁也没有顾得上看他紧张的脸孔 这时他才再轻松地抽上一口烟 声音也不那么装腔做事了 不过说到最后一句时 可能是经过一番讨论研究之后才确定下来 非如此说不足以表明彼此之间是存在着敌我矛盾 否则立场不够鲜明 所以还和开始一样 一字一句都那么有力 也可以说是吃力吧 你们参观之后一定要认真学习工人阶级 这种忘我的劳动精神好好改造 将来也能为祖国建设做出贡献 注意不是现在是讲将来 我第二次去这家公司参观时 是特设后以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身份去的 同一地方是坐在大会议室的桌旁 有清茶一杯 还是那位领导人 语气就完全不同了 除出现了欢迎这一名词外 还加上请提宝贵意见 我第三次再去这家公司视察 是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去的 接待的地方是有沙发的大会客室 清茶之外还有上等香烟 因事隔多年 介绍情况的人换了 也许是主要负责人亲自主持 口气就大大不同了 什么欢迎首长光临指导 向首长们汇报 以及敬请批评等等都很顺当地滚滚而来 既不紧张也不那么吃力 自然听起来非常悦耳 同时有人为我们打开汽车门 恭送如仪 车上有位和我一同去过三次的老同学问我 人家今天还请我们提宝贵意见 你有什么感想 送一副县城的老对联 什么对联 坐 请坐 请上坐 茶 泡茶 泡好茶 这就是我亲身的体会和感想 旧时汽车触景伤情 战犯们参观工厂 学校 商店的时候 我们是看东西 而别人却是看我们这一群怪物 有时一个车间的工人全部停止工作 有时连下班的工人也从家中赶来 甚至附近的居民会两旁站得满满的 他们看出了什么我不清楚 可能认为这些人一定比别人生的不同吧 有次我倒听到一个小姑娘 向另一个排开众人 想挤到前面的小姑娘说 没有什么稀奇 和普通人一个样 可能这位小姑娘认为 这些人不是红眉毛绿眼睛便是杀气腾腾或烟绒满面 结果使他大失所望 原来战犯是和普通人一个样 参观是加速改造战犯的一条捷径 虽然在战犯们自己还没有察觉之前 可是改造所却是十分重视 从集中学习直到1975年 全部特赦在押战犯为止 除十年浩劫不算外 几乎经常要组织参观 也就是去进进社会学校 而规模最大 行程最远 时间最长的 当然是去东北和武汉那一次了 这次是集中了山东 四川 西安等几个战犯改造所中军长级以上 和少数高级文官 连同北京战犯所的全部一百多名 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的 行前处举行多次座谈 讨论应注意事项外 还有美人写了一份参观保证书 主要是一切行动听指挥 不准随便脱离集体单独活动 见到亲友等熟人 不能随便招呼 如愿意与亲友等见面 需报请批准等之外 最特别的 也可能是上级领导指示的 要在参观时不要触景伤情 这可能是总结了多年经验 犯人容易触景伤情 我在云南时就发生过这样一件小小的触景 而伤了情的事 有天大雨过后 监狱的下水道不通了 满地试水 便组织犯人到高墙外挖通一条水沟 我也去了 忽然一辆漂亮的小汽车飞驰而过 他溅起的泥水弄得我和许多犯人满面满身 我定睛一看 立即产生一种平声波有过的激动 到为那正是我几个月前天天乘坐的车 我一边擦脸上 身上的泥水 一面顺口念了一句无可奈何劳动去 似曾相识汽车来 立刻就有人把这话反应上去了 晚上 昆明军管会有位负责人找我去淡化 问我今天出外去排水遇到什么没有 我如实照说了 并告诉他这两句是把北宋词人验书的词句改了一下 不是我做的什么反动诗 他听了只是笑笑说 这种容易使你触景伤情的事 今后可能还会有 一定要正确对待 不要难过 也不是什么反不反动的问题 不要小提大做 就这样不了了之 我以后遇到什么便若无其事免惹麻烦 就冒心严令人激动 这次出去大规模参观要经过几个省市 所到之处大都是国民党中这些文臣武将的旧游之地 触景伤情之事将是无日无知 无处无知 若不先规定一下 说不定会产生什么不可想象的意外事件 因为像我遇到似曾相识的汽车 因它风驰电掣而过 只是一瞬的事 如果遇到似曾相识的洋楼 看到被别人居住 一定会产生一下王侯地宅街新主的感叹 从北京驶出的特快列车到达沈阳车站后 许多战犯的眼光都不约而同的集中到 曾经在东北显赫一时的杜玉明 范汉杰 廖耀香等人身上 杜玉明警惕性是很高的 他乘汽车经过过去作为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部办公大楼时一点也不激动 就像天天看改造所的学习室一样毫无表情 想从他身上找出头发丝那么细的思想问题也没有能找出来 真高明 战犯们参观不是游山玩水 而是进学校去学习一样 所以参观之后便抓紧时间谈学习心得和感想体会等 杜玉明参观后第一次发言表示 使他最激动的并不是看到昔日的办公大楼而联系起来的思想 更不是当年他乘着美国高级林肯排轿车进出时 必有一排卫兵列队迎送 远远看到他的汽车 两个号兵便发出力正号音 四周立刻寂静地只听到汽车引擎发出的轻微响声 正在行进的官兵都得停止下来向他敬礼 那种威风凛凛的派头 他早不屑去回顾了 当前使他感受最深的 是过去不冒烟的工厂都在冒烟 许多旧工厂扩大了多少倍 许多没有见过的工厂如雨后春笋一样矗立了起来 他滔滔不绝地追溯着抗战胜利后 所看到的东北重工业区奄奄一息的惨状 在长春参观汽车制造厂的时候 大伙对这一座汽车城的确感到极大兴趣 因为过去大家都是做惯了外国汽车 没有想到中国自己也能生产汽车了 所以当工厂的领导叫人把一辆刚装配好的解放排卡车 驶到我们面前时 杜玉明便急不可待地走过去 摘下近视眼镜仔细去看起来 领导我们去参观的管理人员知道杜玉明带过机械化部队 对汽车感兴趣 便小声问了工厂的那位领导人后 居然叫杜上车去试试 当杜一坐入驾驶室许多人便有点不听指挥 纷纷走过去 他们想杜玉明能开车 我们当然也可以上车 杜玉明总算没有丢人 当他很平稳地把汽车启动后 内行人一看都按地里叫起好来 他把车开着在试车场内兜了一圈 引来了工厂不少职工都围了上来 他跳下车后一个劲的赞好 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他这一句话而点头微笑 当然工厂的职工们是不便和这位东北过去的统治者直接交谈 但从许多人面部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人都没有表现出半点恶意 可能是事前关照过了 参观工厂好戏连场压轴好戏 提笑皆非 公司合营资本家兼任厂长 我们参观的许多单位 大都是由单位的党委一类人给我们做介绍 只有在沈阳参观阀门广时 是这个厂的资方厂长做的介绍 他一开始就先讲明本 他原本是独资经营这家工厂 以后亏本无法继续下去 财公司合营 比过去扩大了好几倍 他作为资方代表 也就是说他还是资本家 现在由他担任厂长 在他没有讲话之前 一看到他那肥头大耳和胖乎乎的身子 我们就估计这不是一位工农出身的干部 一听他居然很坦白承认他还是资本家 也许是由于我们的立场还没有转变过来的关系 大家对他都有一种比较亲切 而不是和对工农出身的干部那样只有尊敬的感情 所以他的话听起来也动听得多 特别是他讲完之后 我们居然有人敢于向他问这问那 这是在别的场合下很少有过的现象 可能有一点点本是同根生的关系吧 在沈阳参观时也曾发生过一场小小的意外事件 那天我们从铁锡区参观工厂回来 大家都有点累便倒在床上等饭吃 我们所到之处 所住的地方大都是一般干部开会时的普通招待所 每问房有两三张床 甚至更多的床铺 这与我们特设后出去参观住的高级宾馆差得很多 我们在沈阳住的这座楼房 两面临大街 可握平窗眺望大街景色 不知是大人或小孩 也不知是有意或无意在给我们开玩笑 正当大半人躺在床上闭日养神的时候 王耀武伸头向外一看 立刻大惊小怪的叫了一声 快来看 战犯们虽然连我这个年轻一点的也有四十多 大的近七十 但有时还会和小孩一样 有什么热闹和新鲜事不但爱看 而且爱问 所以王耀武一觉便有不少人挤到窗前 顺他的手所指的地方看过去 一刹时 窗口虽挤满了人头 却变得那么寂静 几乎只听到几十人的呼吸声 而没有人愿意先打破这宁静的气氛 好让人多去思索一下一样 什么热闹这么吸引住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呢 原来王耀武发现的是我们住的楼下一片水泥地上 有人用粉笔画了许多老虎官在笼子里 其中一只最大的还在张牙舞爪 围在他身边的钟小虎群也都是胸象壁露 似在窥茶左右想逃出重围的姿态 画得虽不好 但可以看得出种种神情来 这是为什么 可能是每一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 卑躬蛇影战犯争相比老虎 率领我们出去参观的领导人 立刻动员招待所的勤杂人员 把这幅画擦掉了 而战犯们在学习座谈时 却把它当成了座谈的中心内容 几乎谁都认为可以和自己的过去联系得上 杜玉明在第一组的座谈会上 首先承认画得那只大老虎是暗示着在指他 因为他过去是在东北主管军事大全云九省保安司令长官 范汉杰也联系得很巧妙 他说大老虎身边那只略小一点 只露面而不露全身的老虎指的是他 因为他被俘后 解放军的报纸上刊出的是他那张美然公一样头部照片 全组几乎人人都能联系上自己是什么大虎小虎 更有趣的是组长秋行香在最后发言时说 我用不着联系 因我在担任洛阳警备司令时 杀人不少 所以洛阳的老百姓早就给我取了一个凶恶的外号 叫我秋老虎 由于地上画了几只老虎 一百多战犯都自动或半自动的硬向自己身上来联系 我那个组在座谈时 自然也以此作为重点 个人声拉硬扯一番 仿佛不和老虎挂上钩就有失身份似的 我边听边打瞌睡 所以没有争取发言 大半的人都联系了 我还在睡意朦胧 有位特赦比我持十来年的进步分子实在看不下去了 便把我一下从半睡中推行 用坚定的立场和愤怒的急吻指着我 提这个过去吃人脸骨头不不吐的最凶狠的老虎 为什么还在装聋作哑 你忘记自己是特务头子了吗 我揉了揉眼 把半歪的身子端正了一下 当兵的 你难道忘记我是民国三年生的吗 民 一个民字刚出口 又马上来一个紧急刹车 他掐指算之后 才用纠正我什么严重错误的口吻质问我 你1914年生的又怎么样 民国三年是假银年 1914年即使是假银年又怎么样 在这一个计算出生年龄的数字上 这是两种多么鲜明的对比呀 我左一个民国三年 又一个民困三年 他却绝不肯从他嘴里吐出民国两个字 好像在中国历史上不曾存在过民国 当然 最后我不得不采用贪辟的方式 民国二年是假银年 银是属老虎 人词和万能的上帝早就看到我会有今天要参加这一场学习 所以早点为我安排好 让我在属虎的那年降生 这样就可以省得我再来联系 我于姓未尽也像他一样掐指一算 你过去不是告诉过我你是民国元年生的 我的话还没说完 他急不可待的纠正 我是1912年生的 我好像没有听见 继续说我的民国元年嘛 是人子年 属老鼠 及耗子年生的 我边说边把右手高高举起 把大拇指和中拇指分开约两寸左右 一 老鼠就这么长 如果老鼠和比床铺还大的老虎攀亲 要寻踪认阻的话 那就不知道成了第几捕带的什么什么了 正当他气的脸色由白转轻 气呼呼的准备把小时吃奶的力量都使出来和我决斗时 我们那位足智多谋的可敬小组长马上采取了当机立断的方式 制止了这一场眼看就要形成的肉搏战 只见他双手一伸 左手去挡他的嘴巴 右手来挡我 好了 好了 不能再这样扯这些与今天学习不相干的小事 耽误了正常的学习 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以后有时间再谈 请别的同学继续发言 瞧 没有这两下子能当这些人的学习组长吗 他把这样一场纠纷只用不同意见四个凝变大事化小 轻轻一带而过 如果遇到由我来掌握学习 非让两人争得面红而是不可 所以十年来 这一组长宝座总轮不到我这笨头傻脑的人头上 能说改造所的领导没有之人善用之名吗 触景伤情 黄鹤一去不回头 在武汉参观长江大桥时 和我一样触景伤情的人真不少 因为修大桥时把黄鹤楼拆掉后还没有来得及修复 许多人尽情不自禁地都被送起崔浩的诗来 西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似乎都有点感到缺少了什么 我又有点信口慈黄 因为不见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回头 这种不合时宜的话刚出口 立即有人纠正 啊 一桥飞驾南北 天欠便通途 这是多么震撼天地的伟大诗句 此时此地 正是高银这种诗的时候 那些颓废的东西也该收起来了 此言一出 众皆无言 的确太不会联系实际了 我一看到汽车在桥上飞驰而来 这倒勾起我一段往事 1936年如果便有这座可通汽车火车的大桥 当年蒋老先生手下的正学系头子 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就不会被他的死对头的爪牙杀死 在渡江的时候 那时只能成小火轮货木法子渡江 许多爱幸灾乐祸的人站在黄鹤楼上看帆船 认为是人生一大乐事 今天虽无黄鹤楼 也不用担心帆船了 再也不会因渡江遭飞来横祸 本来杨永泰之死与我毫无关系 但军统却借此一无法可破的案 应栽到国民党另一派系的新国民党负责人之一的 刘卢尹头上 使我为此而被过一阵子包袱 那是1937年1月间 刘卢尹从广州京香港到了上海 我那时才23岁 在军统上海特区搞绑票 暗杀等工作 我奉命去绑刘 在上海三马路养子饭店门口 因刘很激井 加上他的夫人华住三健壮 除大喊大叫外 还把一大踏十元一张的钞票抛在地上 他不知道我们是要人不要钱的绑匪 死死揪住刘不放手 结果英租界的英国巡捕赶来 我只好便绑票为公开逮捕 因为他当时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只是由于反蒋长期不去南京就职 所以要在上海秘密逮捕他 准备暗中杀害 公开逮捕后 英租界不同意引渡 最后才把杨永泰被刺案硬栽在他头上 才引渡到南京 由于是公开逮捕 不便杀掉 只能长期囚禁 抗战时还送到老远的西康去软禁 解放后 他当了全国政协委员 我在报上看到他的名字后 便考虑过他一定不会忘记我 因我逮捕他之后怕他跑掉 更怕有人收买寻补房的英国人把他放了 所以我用一副手铐和他铐在一起有二十多天 直到他被引渡 我才把他单独铐起来 他不但认识我 而且对我的名字也绝不会忘记 所以看到这座大铁桥我就很自然的想起了这一段往事 这个不算太大的包袱 我一直被盗我特赦之后才解决 虽是后话 也不妨简单先提 仇人见面 冤简陆宽喜相逢 1960年我第二批得到特赦后 1961年全国政协开大会时 刘卢尹果然没有忘记我 他要领导我们学习的北京市统战部部长 廖莫沙通知我到民族饭店去看他 我答应了 并且马上做好思想准备 我想他要对我责骂等等 我只要保持住不动手脚 态度和蔼 用舌剑唇枪反击过去 他也没奈何我 使我意外的 我一看到他那满面皱纹和苍苍白发 一副受尽折磨的形态 与我绑架他时那替躺风流的神情 完全判若天壤 如果不是他面部那颗黑质 我真认不出是他 一种内疚之心 立刻打消了我准备回击他的念头 我反而希望他骂我几句 消消他的多年怨气 因为过去他是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 而遭到我逮捕 这与我逮捕革命人士不能同日而语 但我还是愿意他责备我一顿 这是看到他竟憔悴到那副模样之后 才改变我开始去见他的想法的 更使我意外的是 他一听见有人告诉他我已到了时 他从房内走出 立即热情地伸出手来 我赶紧走上去和他握了握手 不知说什么好 可能是第一次碰到这种尴尬场面 我竟脱口而出 你比过去老了 他也许没有想到我们在这种时候 这种场合下见面 会说出这样唐突的话来 尽管他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一听这话 也只好用同样的话回答我 你也不似当年那么年轻 话匣子便从这儿打开 谈了一个多小时 他请我喝过咖啡 吃了一顿五点我才辞出 取得这次经验 我才不再担心与他有相同情况的人会报复打击我 用我自己总结的话来解释是 冤家路宽 参观最后一站是离北京最近的天津市 一下火车爱开玩笑的范汉杰一手拉着前天津市长杜剑石一手搭在前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杰的肩上说今天到了你们辖区的房区该好好招待招待我了 完全出乎这两位原天津君正首脑意料的话使他们不知怎样回答 这种玩笑是不能开的被一些爱提意见的人听到了是可以扣上不少大帽子 陈长杰心事太多他理也不理还是杜剑石稳住了气轻声回答一句今天吃和住都安排好了 这是一句很稳健的话也不容易被人扣帽子当然所到之处吃住一定早有人来准备的 可是范汉杰还是兴趣游农又来一句是到你公馆去享受盛宴还是去启士林吃西餐 杜剑石也有点不耐烦便顶了一句这比到锦州时你一点招待都没有要好得多 可能这句话使当年驻守锦州的最高军政长官感到有些往事不堪回首 笑话才没有再说下去 爱看京戏的人都对最后一出压轴戏最感变去 这次参观也演出了一场使人啼笑皆非 也有些人可能叫好的压轴戏 在天津特地去有名的南开大学参观 因为战犯中有不不人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也有不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最有名的当然是周恩来 在参观时许多人都很自然的联系到当年黄埔军校中也和这一样 既培养出了许多国民党将领也培养出许多共产党的将领 这文武一南一北的两个学校情况如此相似 可能由于这一点才让战犯们去参观 从中得到启发同样一个学校出身而走的路却不相同 搅网过郑军常跪地哭醉油 天津的许多工厂当然更应当去看看 不料有一个工厂的领导人是解放前就在这个厂工作 那时他是共产党派在这里领导工人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 几乎被捉去杀了头 所以他在介绍这个工厂情况时免不了联系到过去一些情况 像最后为了防守天津 拆去和烧毁了许多民房 一大批老百姓弄得无家可归 工厂停工 工人没有饭吃等等 听到以上情况 按道理说曾在天津顽抗到底的天津一些军政负责人应比别人能处警伤情 但由于定有保证不能处警伤情 所以杜剑石、陈长杰以及62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副司令的林伟筹和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等都挤在人群中默默的听着介绍和留心参观 正当介绍完毕 是第一次光临这个城市 怎么会使他这么触景伤情而至痛哭流涕 真是百思而不解 由于他这一精彩表演 参观便草草结束 许多地方也只好走过一下不再细看了 回到驻地 领导参观的首长即和大家讲了话 看到过去与自己有关的事情 估计一定会引起一些人内心的波动 这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防止当场有激动表现 所以出发前便要求大家保证不能处警伤情 承认过去的错误 当然是应该的 也是好的表现 可是如果跪下去痛哭一场 这种认错的举动是绝对不许可的 回来爱怎样都可以 在外面却不能不考虑到在群众中造成的影响 如果一百多人到处去下跪痛哭 那还成什么体统 凡事过了头就是错误 听到这番话之后 真不知该怎样来看待那位过了头的军长 总算在停了一会 喝了一口水之后 那位领导又继续说 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大的问题 今天在这里说明一下 我们不提倡这种表现 大家也不要去责怪他 我们是把整个社会当成教育改造你们的学校 十个指头都有长短 进学校学习后 收获也自然各有不同 今后还要经常让你们进这种学校 希望大家总结一下这次学习的心得体会 原来担心因为那位表现过了头 今后不让我们再去进这种学校 一听今后还要经常去 大家都活跃起来 也把那位的表现丢到一边去了 从集中加速改造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战犯几乎年年要参观一次或几次 十年浩劫过去之后 在押的战犯们全部特赦之前 又进行过一次参观 全部特赦后 又挑选一部分人进行了一次参观 还有不少人被从别的战犯改造所 送到北京来参观 这对许多人的确起到过不小的作用 无怪外国人认为这一这棋很高明 否则怎么能使这些国民党的 高级军政人员的思想 尚起这么大的变化呢 秦城农场过春节最是伤心除夕夜 每逢佳节被撕亲 我在战犯所过了十个旧历年 也就是现在被称为春节的佳节 每逢佳节被撕亲 这是人之常情 当了犯人就比一般天涯游子不同的多了 每到除夕之夜 想到过去家人团聚在一起吃团年饭的情景 听到外边的鞭炮声 和我一样的暗中引泪的 虽不说是全部 总可以肯定是绝大部分了 十次春节中 我认为值得专门写一张的 是1958年在北京秦城农场劳动锻炼中度过的一次春节 自从由功德林监狱搬到农场之后 大家的心情比过去都舒畅得多 因为抬头看不到窗子上面的铁栅栏 也看不到高高的围墙 仅仅这一点就使人的精神减去不少压力 何况伙食比过去好 特别是有一定范围内的自由 有时甚至会使人暂时忘记几分钟自己是犯人 这一年的春节前半个月管理人员就告诉我们 可以在春节期间自行排练一些节目 文娱活动不限于下棋打桥牌以及轻唱 可以演唱一些京戏地方戏相声等 另外采购物品也比平日可以多买些吃的东西 所以大家早就兴高采烈的准备好好过一次年 北京地区的冬天真正是天寒地冻 这一情景是南方人所不能想象的 一道上洞后 土地全成为石板一样坚硬 力气再大的人溢出下去也只是一道白色的痕迹 神们也绝不起来 所以我们便利用冬天来补秋芒的学习课目 农活最芒是秋天 这主要是一年劳动的果实 在秋天要全部把它收获下来还得把它储藏好 这些时间我们是成天劳动 原来定下来的半天学习几乎都停止了 冬天不能下地正好把它补上 春节前一个星期连学习也只是读读报便算了 该开会批评的事也不批评 这是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这一传统的节日 甚至有个别同学说 春节搞文娱活动是黄莲树下弹琴 苦中作乐 像这类话评日是应该批一下的 这个时候也不批了 是不是等节后算账我就记不清楚 可能是自己检讨几句也就过去了 因为这一年的春节大家都过得很快乐 我看不像是坐在黄莲树下弹琴 几乎是人人喜笑颜开 在监狱中有一些琐碎事 在别人看来真是太微不足道了 但犯人却把它看成是一种传统的不成文的规定 特别是在过旧年前后一两天内都得十分注意 即使一些平日根本不迷信的人 这一两天内也得入牢问俗和无从众 否则是会引来一些不愉快的事 反正闲着无聊 跟着别人一样也没有什么不好 犯人入牢后 没有比希望早一点出去还要重大的事了 真可以一言以避之出去第一 在没有出去之前 除了尽力创造出去的一切条件外 在精神上也更要想方设法来安慰自己 因为监狱再好 总是没有自由可贵吧 怎样创造出去的条件 各个时期和每个人的情况都不相同 这里就不能讲的太多 在战犯改造所中 常用的名词是争取早日投入人民行列 简单点讲 也可以用两个字概括 争取 因为这不能和过去一样 托人讲情或走后门送后礼等可以解决 必须要靠本人的表现 才能由最高当局做出结论 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谁心里也没有底 改恶从善 前途光明 这是一个十分笼统的话 具体点 详细点 谁也说不清 也不敢问 偶然听到什么手掌来讲话时 提到这八个字的标准时 也只是叫大家尽力争取 如此而已 岂有他灾 梦里仍是自由人 在精神上 犯人凡事可以创造出来 足以安慰自己一下的事 则莫不尽力以求 拿上床睡觉来说吧 许多人可能连昨夜上床时鞋子 怎样安放的都已记不清楚了 但许多犯人却非常注意一件小事 甚至多少年如一日 从不忘记 当然 也有许多马大哈 平日从来不注意 也不相信一双鞋子的白发 可以与自由有关 但到了年三十夜或年初一晚上 看到别人那样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偶然也会注意起来 万一还和平日一样 上床时乱七八糟的放在地下 同组的同学中总会有那样热心肠的人 帮他把鞋子的肩朝外放好 一下床就可很顺利的把鞋穿上向外面走 这就象征今年可以交上好运能朝外面走了 如果把鞋肩朝里 一下的去穿鞋 脚尖还朝床而不朝外 这就等于今年还没希望走出去了 坐牢是度日如年 而犯人的行期往往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 所以 求得在一年内有希望就算是大吉大利 像廖药香这样一位在生活上一贯马虎的人 如果在除夕之夜 别人帮他把乱放的鞋子摆好 即使他不相信这样一个动作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但对这样一个善良的祝愿 他也会点头微笑表示感激的 犯人最喜欢是夜里做好梦 但除夕之夜这个梦 却又关系到第二年吉凶 就特别使人重视 我在云南监狱中过第一次除夕夜 做了一个与家人一道在吃饭的梦 这可能是由于我平生最讲究吃的原因 经常是做吃东西的梦 第二天我告诉同劳的人 他们马上问我 是梦吃中餐还是梦吃西餐 我说是吃中餐 他们便向我祝贺 说我快要出去了 我问为什么 解释是吃中餐用筷子 筷子的谐音是快 所以梦到用筷子就是快出去了 而吃西餐用刀叉 叉谐音叉 叉就不是好事 出不去了 我至今仍感谢他们为我解释 而给了我几天的精神安慰 但这一块却要多等十年才得到了特赦 也许是按蜗牛最快的速度 我爬了十年才爬出牢门的 你能说这个梦不是十分灵验的吗 在春节要到的前几天 战犯们分为两大派发生了一场南北大战 南方同学极力主张把春节分配到的猪肉做成回锅 红烧 因为这是南方人过年少不了的两道菜 而北方同学 包括西北 华中一部分 却主张 还和去年一样美美的吃上几顿饺子和包子 这也是北方人过年的习惯 争论的结果 是吃饺子的一方胜利了 因为是在北京过年就得按北京人的方式吃饺子 农场食堂的几位吹饰员赵立德回去过春节 北方同学们把袖子一卷 饺子由咱们自己来包 南方同学便乐得不动手 我想学学包饺子便自动参加了这一工作 当饺子包出了一大半的时候 庞敬堂要我回寝室给他把一包白糖拿给他 我以为他想喝红茶 他悄悄告诉我 他要包十个白糖饺子混在一起 谁要吃到了糖饺子 谁便可以交上好运 但两顿饺子吃过之后 我和庞敬堂都没有吃到这种能带来好运的糖饺子 也没有听到有人嚷嚷吃了糖饺子 我想可能和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 胡伦吞下去 连味道都没有尝出来 妻儿离散我成求 第二年 第一批特赦正好是十个人 庞敬堂便得意地告诉我 准是这十个甜饺子被这十个人吃了 所以他们能得到第一批特赦 我第二批一特赦出来后 曾问了留在北京工作的第一批同学杜玉明 宋希莲和王耀武等 他们都说没有吃到过甜饺子 为了此事我还特意写信告诉去东北的庞敬堂 无非是说明这十人并没有吃到甜饺子 却都交了好运 我过去和庞敬堂没有同过组 这次到农场劳动 两人都作为一二等劳动力而编入第二队 二队有两间寝室 我和他同在一间内 只是中间隔了三个人 不是锦麟 他包完除夕饺子后感到有点累 便倒在床上休息 这时有些人在准备第二天演出的节目 有些人在写春节开门红的强暴 我也只是写了一首永雪诗 以歌颂农民们抗旱的尽头和及时见血的喜悦心情 当我在学习是把强暴写好 走回寝室取日记本时 不知是第几灵感在作怪 忽然情不自禁地把唐诗中两首五言律诗中有关 写除夕的四句凑在一起 轻声哼着走回寝室 一年将尽夜 万里未归人 那堪正漂泊 明日遂滑心 刚刚念完 推门一看 庞敬堂正好靠在窗边的床上 不用说 我念的这些他已听到了 所以一看到我手中拿的强暴 他便问我 除夕写了什么好诗 我便把写好的东西递给他 他轻声念着 今年春汉索龙王 又嚷东干捉玉皇 极向人间抛锐血 好为天上宝平安 他念完笑了一笑 除夕夜会什么感想都没有 一听这口吻 知道他是正在回忆什么 或想写什么 也许是想而不敢写等等 我为了想抛砖引玉 便主动把自己在前几年 写过一首非常伤感的除夕诗念给他听 这首诗十分露骨地说出自己内心的苦痛 目的当然是希望他也说出这类东西 两人一经有了这种思想交换 便可成为患难之心人 我的那首七诀 我过后也认为没有意义 特别是集中改造后 已没有那种悲伤的感情 要我写也写不出了 那首诗是这样 击离而散我成求 人是悲酸到尽头 罪是伤心除夕夜 被人无语泪偷流 他听过之后 久久不做一声 我有点后悔 担心又成为自找麻烦 他停了一会 却长叹一声 没有切身体会的人 是不会懂得被人无语泪偷流滋味的 他一再说这个偷字用得很恰当 当然 他自己也肯定是泪偷流过的 否则不会有此共鸣的心情 我正等他把自己除夕写过的诗念给我听时 他忽然坐了起来 我以为他要出去 我又有点后悔了 没有想到他是起来坐在我的床头 像我念了他在前几年写过的一首五言律师 前面六句我已记不起 只记得后两句 今宵读吴梦 彻夜未成眠 这就比我写得含蓄的多了 不过后一句话 的确引起了我无限同情 平日可以靠晚上做一个团圆美梦 而这一晚却彻夜不能成眠 连梦也做不成 这种心情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当我正在沉思的时候 他也担心我会因他的诗而勾引起我的满怀心事 便问我 过去过除夕做过一些什么诗 我忽然想到1946年过春节前两三天 我从重庆赶回湖南去过春节写过的两首七诀 我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今天是除夕 明天过年 讲一个与棺材有关的故事 和因此写过的两首诗给你听听 在过去 也许在今天 有些地方还有人对与棺合财谐音的事 认为是很吉利的 所以他一听到这句话 立刻高兴起来 要我马上讲给他听 棺材走私藏鸦片 我轻轻咳嗽一声 抹一抹下巴 便一本正经的讲了起来 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政府从重庆复原海都南京 军统局在四川多年来积累的财产真是多得有点惊人 加上中美合作所一结束 大量武器弹药 电讯器材 医药器材等就有十几个大仓库 都全部送给了军统局 军统局除将医药器材装备了一所中型的 百多张病床的医院赠送给中央医院外 还有不少东西都得运到南京 我当时负责总务工作 运输物资自然落到我头上 要把成千上万吨的东西从重庆运到南京是相当费事的 为了省钱 我便在四川大造木船 每只船装几吨到几十吨东西 从水路运去最核算 因在四川买的船 把东西运到南京 再把船卖出去还可赚钱 等于不花运费还有剩余价值 没有想到好事也会出坏事 正当我得意洋洋的一批又一批把东西运出时 既带立而新任军统局局长的夫人要求我把他多年前死在重庆的母亲的棺材 顺便带回南京去安葬 我一向爱说俏皮话 便冲口而出 行 一口两口都行 他一听便火了 谁家有几口棺材 你咒骂人 我还不等他说完 便抢着说 谁不愿意升官又发财 越多越好吗 这句话说得他啼笑皆非 正想再骂我几句 我一转身就走了 天下事总会有些出人意料的 正当我在上海布置自己的安乐窝时 突然接到局长夫人的电话 他连哭呆骂的说 由重庆使出的木船一百多只都没有出事 独独装有他母亲的棺材 那只木船触跤沉没 棺材不知飘到什么地方去了 要我一定要负责找回 否则要和我拼老命 我急忙投其所好地安慰他 说这是老天爷 有意安排老夫人应当水葬 这一定是后人 特别是能使女儿发大财 不消几个月 黄金每超就会像长江的水一样滚滚流向他家 这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大喜事 他一听这话 从电话里传出了轻微的笑声 怒气已变成喜气了 但停了一会儿 旁边似乎有人在提醒他 是的 他又改口非要我找回不可 并要我一定要椭运南京 如果棺材失了也不要紧 还千万叮嘱 不准动一动棺材 我一听知道此中大有文章 便立即由上海飞往重庆 我通知水上警察局 要他沿途贴出布告 谁发现这句上面写有成泰夫人名字的棺木 应立即报告 当给一百弹米作为奖赏 当时法币天天贬值 老百姓并不感兴趣 一百弹米可是硬通货 如此重赏何愁吴永夫 如果出少了 捞到棺材的人只要把里面的尸骨抛掉 一副上好的楠木棺材也可以买上几十弹米 军统局的米真是堆积如小山 因为军统局的编制有几万人 百分之九十都在外地和沦陷地区 而我随便造一个人数册去领军米 月月有大量劫余 所以军统局在重庆开了五家大米店 每月卖掉几万斤 最后还剩下几仓库 批发一二百弹米只是小事一件 三天过去 果然有人在离帆船不远的地方捞起这口棺材 我便带几个人亲自赶去 一看捆在棺材上的草绳已湿透了 我便叫人抬到船上后 将棺材撬开 刚一接盖 我又连忙叫人赶快盯好 并再油漆一番 使人看不出开过的样子 庞敬堂马上问我 打开了又马上盖上 是不是怕里面的尸体不见了 不是 因为尸体四周盖满了四川土特产 不便给外人知道 他听了如杖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便傻里傻气追问我一句 带那么多四川土特产去南京吃得完吗 书呆子 四川土特产是指鸦片烟 不是指四川榨菜 那你怎么一看就知道是鸦片烟 我在四川那么多年 不用打开看 只看那种包装就能断定是鸦片烟 书呆子又傻里傻气地问我一句 这鸦片烟正是严重违法的事 你怎么不检举 我只好耐心向他解释 这位新局长也是我的老长官 当时他正在北平主持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 是执行最高当局的最上等的策略 不战而屈人之兵 希望通过与美国合作而收编中共的部队 夺回中共从日本人手上攻占的地盘 打通平汉铁路 像这样一位为最高当局所信任倚仗的大人物 不用说只运一棺材鸦片烟 即使运上一船 也不过是小事一件 我再胆子大 也不会不权衡利害得失 去干这种蠢的令人笑掉牙齿的事 后来呢 后来自然是平安运抵南京 局长夫人和他的弟弟亲自去下关码头跪营 是去迎接四川土特产吧 书呆子忽然变得聪明起来 他正在替他发愁如何去出售这些土特产的时候 同学们用洗脸盆端着一盆盆刚煮好的饺子 大叫大嚷开饭了 他似乎还没有听过饮 只好从床上站起来和我向外走去 争人随宴过衡阳 第二天是农历年初一 一听到起床的叫声和口哨声 每一间寝室便发出高低不同的祝贺声 犯人们不是互助恭喜发财 而是互助吉祥如意 或万事如意 犯人能如心意的唯一大事是出去 金钱在牢中没有自由可贵 所以发财暂时还不是首要的 互相祝贺一番之后 便吃了一顿丰盛的早点 除了豆浆 油饼外 美人还有一块年糕 难得的是年糕上有几颗红枣 红是代表吉利 枣的谐音是枣 吉利越早到来越好 战饭所待遇比一般监狱虽然好得多 但千好万好还是早点出去好 有红枣的早点 便是时每个人都感到异常高兴的东西 刚吃完早点 庞靖堂又找我问昨天我说的因棺材而做的除夕诗 我只好继续讲下去 抗战胜利后 我母亲唯一心愿是回湖南去过一次年 老人认为抗战几年间 她在外省过年总没有在家乡过年好 所以我虽然在南京 上海都安顿了住的地方 而且比去湖南好得多 但她老人家还是坚持要回家乡过年 我如果不去重庆处理那口飘走的棺材 从上海或南京赶回湖南 是很从容的 到重庆把一切处理好之后 离过年只有三四天了 当时重庆的飞机只能飞到汉口 不飞长沙 我到汉口还得转乘火车 从武昌开往长沙去的火车 从日军手中接过来不久 没有火车头 是将汽车改装成的 去掉轮胎 安上铁轮 在铁轨上行驶 每次只能拖两三辆无棚车皮 两天才能到长沙 我一计算 这太无把握 而且很辛苦 便决定从重庆架一辆新的美军吉普军 寻公路回湖南 我和司机与副官三人轮流驾驶 这样日夜兼程而行 经过贵州与湖南交界处的玉瓶线时 听到满街都响起玉瓶特产的销和笛子声音 我忽然失信大作 便随手在日记本上写下一首七诀 岁目思家昼夜行 怕闻消敌耳边鸣 归身四箭游贤慢 自驾轻车过玉瓶 第二天到达衡阳 看到一群群大雁在衡阳附近的回雁峰上空飞过 我又写下一首 可惜前面两句记不起 只记得后两句今日归中之野味 争人随雁过衡阳 因我每到一地总得发一电报 给陪伴在我母亲身边的妻子 让他们知道我到了什么地方 庞敬堂要我把前面两句想起来再告诉他 但一直到今天我也想不起 可能是人老了 早无那种闲情意志了